要把镜头转到阿富汗 因为针对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对于女性 实施越来越多的限制措施 有阿富汗的女性也敦促塔利班取消一切的禁令 要取消这性别隔离允许女性创业 塔利班当局执政一年多以来 在阿富汗实施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 越来越引起阿富汗当地人的不满 而针对女性的一连串禁令更是日益严格 导致现在的阿富汗出现严重的性别隔离现象 有阿富汗女性就敦促塔利班解除一切限制措施 允许女性上学工作和创业 塔利班当局的这些限制措施 不但引起了阿富汗国内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同时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抗议 而这些措施不但加剧了阿富汗被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孤立 同时也引发了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而现在随着新的禁令和措施的出台 当地就连美容院也不能姓名 据在日前 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再度颁布新的禁令 要求关闭阿富汗境内的所有美容院 塔利班官员表示 这是根据塔利班最高精神领袖阿洪扎达的指示 做出的决定 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宝报道